喂!是不是拍動物心誘會?快點吧 今天不是拍動物心誘會 我們玩了好多集 今天我們拍400次咖啡 400次咖啡? Out了 唉 還有我們一直玩開創意料理 只拍400次咖啡還不拍的 我也知道你敢說的 所以今次我決定做這個 400次抹茶 哦? 喂! Hello 大家好 我是麥米 我是Yuki 今天我們除了做400次咖啡之外 還會嘗試用同一個方法 看看能否做400次抹茶的 材料有 有熱水 糖 牛奶 還有冰的 當然不少得還有我們的主角 抹茶和咖啡 那我們不要說太多了 馬上開始吧 雖然我要拍這條Youtube 但我完全不知道400次咖啡和抹茶要做 所以就靠你了 這一看要開始 首先 我們要量一下所有材料 什麼 首先要有砂糖 15g的糖 XDDD 這間瓶也要是15g 對 XDDDD 咖啡粉一樣 也是15g 成功 網上講 一樣會容易成功 水也是15g 去 好 抹茶一樣 也是 再加1比1的分量 我們先加抹茶粉 抹茶粉15g 糖一樣15g 熱水15g 好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調味了 因為它實在太夠了 給大家看一下 抹茶雪糕 抹茶雪糕 所以我們嘗試加多一點水 想不到我們在第一步就碎了 還不知道 我們未到最後一刻都不能放棄 咖啡的狀態好像不錯 它一粒粒開始溶 這個400次咖啡怎麼來的呢 韓國有一個綜藝節目 去了澳門一間餐廳 看到師傅在煮咖啡 去到韓國那邊就很受歡迎 再煮一次 就很帥了很多 原本它的版本沒那麼帥 牛奶和咖啡混合一杯 但全是韓國就變成很有型的飲品 一杯牛奶和一層奶油 就是咖啡 對啦 就是為了400次咖啡 它就像我們這樣 不斷攪拌了400次 很努力啊 它可以攪拌 我拿牛攤的 很厲害 淺色了很多 對 其實挺漂亮的 其實我也沒有搭牛攤的 我也很勤力搭 其實我那個也有點奶油的感覺 和我那個的狀態好像都很相似 也有點相似 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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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走啊 不過我們交換玩一下 嘩 你那個稀很多 對哦 你那個完全不同的感覺 它那個簡直是已經 大家看看這個稀稠度的對比 你看我流得快很多 上次我拍那條七色彩虹麵包 對啦 你可以看回這裏 還沒看的 看回這裏 不是有我發彈的場面 我直接給朋友說 嘩你真的不懂的 你現在懂得發彈啊 你見不見到啊 你見不見到啊 嘩應該好像差不多成功了 嘩你那個其實已經是成功了 你這邊的進度完全大落後 對哦 看來我這個有點失敗 但是不要緊 我們這些做實驗的精神 是不會那麼容易放棄的 我決定做多一個 可能我剛才加太多水 我試試加少一點水 不不不 不不我們先處理這個抹茶 我們搞定了這個咖啡 增強一下我們的自信 才可以做 好奇異啊 我們成功了一樣 第二樣應該就會成功了 嗯嗯嗯嗯嗯 我們首先要補個牛奶 好 那就交給你了這個牛奶 加點冰吧 因為其實冰的作用呢 就是可以讓那些泡 容易浮在面上 隔著牛奶 多冰 多冰 最重要的泡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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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就是這樣了 我們似乎大成功 大成功 大成功啊 好美啊 我覺得我們弄個店 還有一些咖啡 開始慢慢流下去 嘩 嘩 好美啊 那我可不可以試嗎 別這麼急著 我們先做綠茶 我們再接再來 再試一次一個少點水的抹茶 好 所以我們份量都一樣是沙糖十 然後綠茶粉十五 然後呢 就逐少地加上去 水 小心啊 好熱的 好 我們現在 每5g 好滑 好滑 好 好 好香啊 抹茶粉一邊調 會有一些 抹茶的香味 對 不喜歡喝咖啡的朋友都可以喝 這個沒錢 好像我這樣說 其實我也不太喜歡喝咖啡 那個為了提神 我那些一天要睡24小時的 差不多要睡覺了 大家覺得怎樣 嗯 真的結了一點 拜拜 我們試一下吧 事不宜遲 好我覺得都差不多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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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如果我們不需要用淡幾點 都能發抹抹茶的話 那不就代表這杯飲料 的卡路利是比較低的 對 話說我上網看很多食譜 都教要加淡忌廉 我想說 其實有點難找 不知道我住得天闢還是怎樣 我去了幾間的超級市場 都找不到淡忌廉 先加冰 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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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太酸 好酸 這次一定成功 都不會做到不成功 其實我們沒有吃過 我剛才咖啡的位置 已經質疑了一下 這麼少水 不得了 果然師傅想好比例 真的不能隨便過 嘩 這次很濃實 還有你看到 其實那些粒粒都開始會用 但是頑皮是有少少的 但是更好 是在碗裡上的 有一點就說 要轉一下嗎? 再加速 進去吧!空氣 我們要多加牛奶 來吧 歷史性的一刻 各位觀眾 我們試了第三次會不會成功 好,我們這次一炮過 不要下去啊 抹茶 完成!這次我們成功 合格吧 合格也浮面 不錯 好,我們終於完成了兩杯 大家應該等了很久 想知道味道如何 不過,我們在試一次 抹茶 搞錯啊 很想喝這個抹茶 那我先試一下 好,既然是我們的作品 這個質感很不同 它的表面是實在很多 一邊喝牛奶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嘴上到牛奶 這麼厲害 你說得很吸引 讓我試一下 我明白你說什麼 而且甜度不錯 我們先試這個咖啡 你先試一下吧 如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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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加上咖啡 這個真的會 奶油一點 你是喝到奶油的質感 哇,的確是奶油一點 是啊 好喝哦 但人們說很苦 我又不覺得 我反而覺得它甜度 是啊 我們是不是有第二種喝法 攪拌它喝 看看會不會有另一種風味 好,我攪拌這個 好啊 乾 乾 嗯,我覺得很美味 我覺得很美味 這個呢 比起一般的奶油更加奶油 更加濃郁 但是這個抹茶牛奶 就是比起一般外面的 是更加有一個層次 它是有一點沙沙的 在裡面 很好吃啊 不用給你喝 哇,攪拌了之後很甜 好濃啊 因為我經常都不喜歡外面的抹茶牛奶 它太稀了 但是這個,什麼呢? 因為我喜歡吃綠茶的 抹茶的朋友呢 一定不會喜歡 它很濃的抹茶味 大家都很清楚 400次咖啡的成分 還有比例是怎樣 那我現在再說多次 抹茶這邊的成分是怎樣 那首先是15g的抹茶 15g的糖 還有15g的水 大家記住 不要亂加多些水就對了 大家試過做400次咖啡的朋友呢 那有空都可以試一下 這個400次抹茶 對了,弄完告訴我 留言告訴我 你們吃不成功 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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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試 好,那今天我們這條影片就差不多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我們這個創意料理系列呢? 我們其他創意料理都很好吃的 有些可以在這裡按回來看看 那記得看完我們的影片 就要分享給朋友 還有訂閱 還有給like 沒錯,除此之外 大家也可以追蹤一下 Facebook和IG 然後想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有新影片 記得按這個鈴鐺 只要按這個鈴鐺 一有新影片就會通知你 好,那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 拜拜 乾杯 我想喝綠茶 不行